1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增速超预期 削弱市场对即将降息的预期 每股主要指数周五收黑 到穷收跌145点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.82% 各股方面 半导体设备供应商应用材料调高猜测 由于制造人工智慧晶片的客户需求强劲 预计第二季业绩将优于预期 周五股价大涨于6% 另外 串流媒体服务提供商Roku 预计第一季亏损将超出预期 因为难以和Netflix和亚马逊等 周两级同业争夺广告收入 Roku股价在周五暴跌近24% 接下来看到焦点个股 可以看到当天市值增加最多 和减少最多的公司排行 看到全球财经大势 以及近期汇率利率 来到台股盘市 加权今日开低走高 依旧在高档 没有回补缺口 成交量缩小 但均线维持多头排列 贵买相对强势 沿着周线不破上涨 与加权一样成交量较小 puts car ratio为137.5 选择权位平仓为18450puts 增加7192口 最大位平仓为18400puts 而18800口增加5487口 同时为最大位平仓 变动区间为18450-18800 可将加权月格局 与贵买月格局比较 加权明显创下历史新高 但贵买突破238紧线位置 走势相对强势 明显未来中小谷会相对活泼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咯 我们明天见 拜拜 1-3月台美股交易满额 远远送手续费折底金 本月台美股账户 可享终身美股手续费0.12% 每笔最低只收3美元 2月底前开户再送线上呱呱卡 东京双人来回机票多项号里等着您 快来布局你的财富口袋吧 年轻人最爱的证券频道 YouTube搜寻口袋证券